好的 大家好 我是全世界最快樂的人 我叫廖沛涵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不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但是我是一個一直在做自己喜歡的事的人 對不起 我很緊張 然後 然後我想這也是我為什麼快樂的原因 然後青道步是我小時候的夢想 然後因為國小的時候我參加校隊 要很早到學校去練球 然後每天看著他們默默的付出 覺得很偉大 所以希望自己也可以和他們一樣 於是呢 我開始從事各式各樣志願服務的工作 一直持續到大學 在2009年的時候 因為累積了很多志願服務相關的經驗 然後讓我有榮幸擔任 就是參與人外交部的一個計畫 前往位於南太平洋的諾魯進行文化交流 那在當時一個一天停電8個小時 沒有手機也沒有無線網路的地方 我看見了怒魯人他們的快樂在於珍惜 滿足跟樂於分享 那以前的我其實都是一個人去 就是從事志願服務的工作 然後但是在怒魯發現了分享的重要性 回到台灣後 就是我希望自己也可以把快樂 分享給更多的人 然後同時也發現其實身邊很多的朋友 就是也想要做好事 可是可能因為沒有同伴 或是不知道哪裡有機會 就沒有去行動 於是我在2010年4月1日的時候 成立了伊拉伊 那伊拉伊呢就是一個人愛一個人 希望每個人都可以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影響身邊的人 一起來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那有意義的事對我來說 他並不一定要到機構去服務 只要把 只要關心身邊的人事物 或是把快樂帶給別人 對我來說它都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那為什麼要在4月1日成立呢 因為今天是愚人節 我希望這個團體的人 都能夠自愚 然後去愚人 那接下來我要用一段影片 就是那是伊拉伊快成立兩年的時候 我們剪的一個影片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 大概伊拉伊做了哪些事情 我們要在這裡同一個地方有時間 可以這樣呢 跟大家看我們很大的玩笑 成立了伊拉伊 見證了伊拉伊的誕生 那今年的雲人節呢 我們要在同樣地方 同樣的時間 幫浪妹慶祝一歲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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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 你最重要的 祝你生日快樂 我覺得我很快樂 就是因為我有依賴 或者是因為我裡面有依賴 那我覺得依賴就是成立以後 我覺得對我的影響是 比較不一樣是去參與 可能一些平常比較少去參與的人去玩 就像可能洗工車 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洗工車 然後可能也是第一次去動物園去free up 人在放活動的時候不是都會拍照片 不過就是不知道欸 我就會覺得好像就是有參加依賴的人 就是不知道什麼 都好看喔 就是很溫馨你知道喔 一個一個家的感覺 忘記過去以後的來聽你熟了一下 現在又有了未來 在茫茫的牆裡在花 叫我自己 所以你一樣 那是想 被自己用著 你一樣 你一樣的堅強 你一樣的權力 也不追逐我的夢想 哪怕會受傷 哪怕會受傷 哪怕有風浪 風雨之後才會有明日煩惶 對我來說 沒有西巴克 我們還有City Café 可是沒有大家的幫忙 就不會有200桌上的聖誕小卡 還有沒有公車站長和司機們的大方任期 我們也不會有公車的故事 然後 沒有你們就是也沒有依賴一個 一一樣 一一樣的善良 一一樣被需要的人 都在一個前方 和深深時光 成熟和希望 所有的付出 是永遠的力量 和你一樣 眼尾P400 天ки 誰在最需要的的時候 靜靜拍招 我製abi 誰在最快樂的時候 你願意和我相繼 其次那麼 agony 我在你身旁 漸漸的戰爭 因為你無故將 因為EIE是從古大出發的 在2020年的4月以後 其實是在文卡有開幕剪裁的 然後呢跟大家分享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公車的系列活動 然後就是EIE的第一個活動 就是我們其實本來是要去清洗513公車上面的立可白塗鴉 然後但是在跟公車司機洽談過後呢 發現其實車上的立可白塗鴉並不多 然後更意外的就是 就是其實司機他很常常只清洗公車的外部以及輪胎 然後呢 所以我們就決定就是去幫513公車洗澡 然後讓乘客坐起來也比較舒適 那在聖誕節的時候呢 希望所有的乘客都可以感受到聖誕節溫暖的氛圍 所以我們製作了數百張的聖誕小卡去布置公車 那卡片上面寫滿了就是各式各樣的話語 希望可以跟乘客互鬥 那農曆春節呢 就是我們把聖誕小卡換上我們親手寫的春蓮 那有很多的乘客透過就是網路或者是電話 甚至直接向公車司機表達他們搭上公車的喜悅 那我們在聖誕小卡跟春蓮上也看到了非常多的感動 還有許多的創意被激發 像這張照片就是放到網路上後引起了廣大的迴響 那掛這張卡片的同學說呢 就是希望所有的乘客都可以看到這段畫 因此把它掛在離司機最近的地方 然後此外就是在跟司機洽談的過程 就是我們也發現就是司機的態度有非常大的轉變 就從我們第一個活動就是洗公車 就是去接洽的時候 然後司機一直搞不清楚我們要做什麼 他就覺得好奇怪為什麼就是有一群人就是下班了 或是放學了然後要來洗公車 然後在活動前我也因為感到非常的不安 然後一直跑去跟他們就是再次的確認 然後可是到了第二年就是我們布置 就是趁熱姐布置公車的時候 然後因為公車要發車了 我們來不及布置完 結果公車司機他主動提出公車調度 然後再到就是春節的時候司機跟著我們一起貼春蓮 然後甚至後來就說就是你們之後就是任何時候想要來布置都可以 然後又有司機說就是以後你搭就是五一三 你只要跟我說就是你有來布置你就不用逼逼 你就不用付錢 然後就是這樣的轉變令我們感到十分的意外以及感動 那就是我覺得就是我希望一大一是個可以讓大家找到自己的地方 因為以前就是我在去做服務的時候就是很多人會跟我說 哇好酷喔好棒喔 但是我希望可以就是創造很多不同的機會讓大家參與 然後並讓參與的人就是都能有一種 哇原來我自己也可以做些什麼的那種刺激 是一種也想要讓自己進步的動力 那這是一開始的一拉一 由我跟身邊的人形成一個圈圈 然後漸漸的成員們開始影響自己身邊的人 然後最後希望影響力會一直擴張 然後圈圈會越來越多甚至比原本的還要大 那一拉一目前已經累積了超過四千人次的參與 那主要的成員來自八個不同的國家 然後讓我跟身邊的人都開始相信 當你真心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時候 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的那個力量 然後當中呢除了有越來越多人就是 看到很多人被激發 有越來越多人自發性的幫忙 或是找朋友來參加活動 那讓我開始相信就是很多 就是有很多看不見的力量正在醞釀 那我相信就是我自己希望自己藉由行動 就是將小小的種子散播在大家心中 那我相信就是當裡面的種子散播出去後 各式各樣的行動都會 都會因為這裡面的種子 然後以不同的方式去發芽 謝謝藝大老師的種子 好的 其實我聽完非常感動 因為我自己是吳亦山的常客 然後對我是吳亦山的常客 我那時候當時我看到那些春年 我就還有拍下來 然後就會上傳 因為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搭起來很溫馨 然後其實不好意思 讓我偷講一下 就是讓我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就是我看他們這樣 我想起就是有一部電影叫 讓愛傳出去 然後你們看過就是三個人去 就是幫助三個人 三個人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很感動 然後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要問呢 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請問學姐喔 就是世界各國對於這個 志工的一些服務的法令 而規章都不大一樣 那像這樣子跨國際的 這樣子的團體 在現金流處理上面 有什麼樣要注意的地方 好的 這是我最常就是被問到的問題 因為就是其實就是成立這個團體 然後有被就是其實有非常非常 大家就是對我有非常非常多的質疑 有很多人都會問說 那這些錢從哪裡來 然後你做這些活動就是有錢嗎 然後就是其實沒有 就是這些錢就是我自己的錢 就是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就是是我自己 就是就是等於我自己存了零用錢 然後就是現在的工作的話 就變成是就是我工作的錢 然後但是就是有一些就是我自己 嘴巴比較壞一點的朋友就會說 就是你做這些沒有意義的事情 就是要做什麼 然後你做這些事情又沒有人會看見 然後但是我自己覺得 因為就是其實這件事情真的是 就是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 從我自己心裡真的很想要去做 然後就是我做這些事情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就只是因為我很快樂 然後然後我覺得 當我做我喜歡做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不需要就是拿別人的價值 或者是他們的就是 就是不需要別人的價值 或是就是他們的想法來評斷 然後但是就是就我這個意思也不是說 就是喔就是只要我喜歡 就是做什麼都可以 就是當然如果你發現了就是 比如說就是有什麼錯誤也要勇於改正 比如說就是剛剛影片大家有看到 就是我們就是辦動物去動物園 freehouse 然後其實這個舞活動呢 其實就是 因為那時候是快要接近兒童節 然後我們就想說 就是小朋友就是就是喜歡動物啊 然後我們就去就是就是跟大家講好說 我們要辦動物去動物園 然後結果呢就是大家都很認真的做道具喔 然後就其中有一個人 就他非常認真的逢了一個就是迪士尼的三眼怪 然後就是整個套在頭上 然後因為我們非常的熱情 然後就是就是就是會一直去就是freehouse 然後就很熱情的去擁抱人家 然後其實在那個活動再進行一個多小時之後 我們被迫中止因為警察來了 就是因為他跟他說就是有人打電話到1999去客訴 說我們的三眼怪嚇到人了 就是因為有些小孩子很害怕 然後就是就是就是可能我們辦三眼怪的就是朋友 因為我就他覺得就是他是很害羞 所以就很熱情的去就是去擁抱人家 然後這件事情讓我選到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原來不是每一個就是出自自己善意的行為 就是一件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件好事 嗯 謝謝 欸他有人去夾問你嗎 我跟他沒有的話 我跟他沒有的話 沒有的話 還有問題的話什麼要講 還有一分半 一分半有時候要問題換你 換學姐有沒有什麼要講 你要問我問題嗎 哈哈 好 沒有欸就其實就是其實有很多人就是很 就是也是就是有一些問題 可是就是我我我自己覺得就是拿就是別人的錢 然後來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很奇怪 然後因為其實我一直覺得我自己沒有在幹嘛 對 對 對 都全部都來自我自己 對 都全部都來自我自己 就是沒有 我也不收他們的錢 就是通常都是 沒有沒有 好 非常地慌張 請說 好 回答問長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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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啊 我自己去找 然後自己花錢做的 對 然後其實我今天有準備的就是幾個徽章 除了不問問題的人 然後可以送他們 好乾淨是嗎 其實我剛才想要一件事就是 因為有時候我們 就是一開始的一個起情 我們也開始做一些事情 就是 假如說我們不斷在上到自己的資訊 其實有一點能量的想法可以交給一個問題 但你發現你才把 普通的規則是 你應該是有資訊量分析 所以我可能想把 如果有一個派遣的資訊 不許找一些藝術 但是出一些產品 讓這些產品可以去 其實 就是可以 自己的反送 讓這些情侶 反送 真正想要做自己的資訊 我會扶持這一點 加油 好的 謝謝你的建定 但是 你知道我可能是因為 其實可能跟我自己的觀念太習慣 但是我真的就是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要就是 欸你這件事情 然後 嗯好 好好的思考好請說 你剛才說那個時候嗎 你剛才說那個時候嗎 對啊 那 那 就是我自己就是 賺來的錢 我可以就是想說我要怎麼樣分配 然後 我不知道欸 就是我一直覺得就是拿 拿便利用錢來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就我覺得就是 對 就是很奇怪 然後對不起 然後剛剛就是講到那個熱情杯 就是消磨的 就是問題 然後就其實 我不知道欸 就是我一直沒有這個問題 可能就是因為 就我做這件事情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就沒有為什麼 因為我很快樂 所以我沒有就是 特別消磨 好 請說 所以 就你現在講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 因為社會上有很多些像 這些 這個 教育部 評選人 最好的校長 他也是說 因為 做一些某些事情 然後 有人跟他接本塊 他沒有接他 但他幫他的裙子 也能給銷售出去 帶一些學生去 幫忙採取 我認為你可以朝這個項目 這個方向前進 因為不需要人家贊助 但是你可以幫別人找一些 他可以解決的問題 他如果想在某個難 那他如果想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解決 比如說他需要努力 他需要活動 或者他需要人當中配送 這些手費是解決 那你就不需要人家贊助的事情 那再來要的是 找利益 好的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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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